今天是2024年4月11日星期四 我们继续学习《碧言录》第60则 云门主张 垂世 诸佛众生本来无异 三合自己宁有等差 诸佛和众生本来就没有任何差别 三合大地和我们自身本来也没什么不同 为什么却混成两边去 为什么你们要搞出二元对立呢 若能拨准话头 做断药精 放过即不可 如果你们能在话头上灵活地转身 就能把握住关键的地方 但是如果你随随便便就放过了 那样就不行了 若不放过 进大地不消一捏 如果你们不放过当下的关键所在 整个大地都不费摧毁之力 就浸在你的掌握之中 且做某声事拨准话头处 试举看 大家说说 如何才能在话头上灵活转身 拨准这个话头呢 我举一则公案给大家看看 举 云门以主杖示众云 点画在临时 杀人刀活人剑 换却而眼睛来眼 云门文艳诚实拿起自己的主杖 对大家进行开示 远欧客请评论到 云门文艳诚实根据时机 教化大众 他具有杀人刀活人剑 也就是说 他能够杀死大家的妄想 也能够彰显大家的佛性 他换掉了你们的眼睛 让你们受读无措 主杖子化为龙 何用周遮 用画做什么 云门文艳诚实说 我的主杖化成龙了 远欧客请评论到 云门诚实你干嘛这样 遮遮掩掩呢 主杖要化成龙干什么呢 吞却乾坤了也 天下那神性命不存 还爱着咽喉吗 舍离向什么处安身立命 云门文艳诚实接着说 我的主杖子化成龙 这条龙把整个乾坤都吞掉了 远欧客请评论到 天下加杀人的性命都保不住了 整个乾坤 把这条龙的喉咙都给塞住了吗 整个世界被这条龙吞掉了 云门文艳诚实你要在哪里安身立命呢 三河大地 胜处得来 十方无碧落 四面亦无门 东西南北四围上下 怎奈这个河 三河大地胜处得来 也就是说 整个行为都被主杖子吞掉了 你们去哪里寻找三河大地呢 远欧客请评论到 十方都看不到墙壁 四面也没有门窗 东西南北四围上下 能拿我这根主杖子怎么办呢 都奈何不了我这根主杖子 也就是说 我这根主杖子乱得命 你们无可奈何 平常 只如云门道 主杖子化为龙 吞却乾坤了也 三河大地胜处得来 云门文艳诚实说 我这根主杖子把整个乾坤都吞掉了 你们还要去哪里找到乾坤呢 在哪里找到三河大地呢 若到有则虾 若到五则死 还见云门未人处吗 还我主杖子来 如果你说有三河大地 那么你就是一个瞎子 如果你说三河大地都不见了 那么你就是一个死人 大家懂不懂云门文艳诚实 接引学人的地方呢 快把我的主杖子还给我 如今人不会他云门独路处 却到极舍民心 父物贤礼 如今你们这些人不懂 云门诚实彰显出佛性的地方 就在那里瞎扯说 云门诚实这是根据现象 显明心性 依靠万物彰显佛理 且如释迦老子四十九年说法 不可不知此议论 何故更用拈花家业为孝 就像释迦牟尼佛 他说法四十九年 难道没有讲过这些大道理吗 为什么还要拈花示众 把佛法托付给家业呢 这老汉便查胡道 无有正法眼障 涅槃妙心吩咐摩喝大家业 更何必单纯心印 乔达摩这个老头子就瞎忽悠 捉弄大家 他说 我的正法眼障涅槃妙心 已经托付给大家业了 既然乔达摩说法四十九年 讲了那么多大道理 为什么还要这样单纯心印呢 诸人既是祖师门下课 还明得单纯的心吗 你们这些家大人既然是学禅僧的 来参禅 懂不懂这个单纯心印 存的是什么心呢 胸中若有一物 三合大地照然现前 如果你们心中有所执着 三合大地就清楚地显现在你们的面前 胸中若无一物 外者了无是毫 如果你们的心中什么也没有 没有任何执着 那么你们的心外也没有任何东西 说什么离于自明 敬于神会 你们还要说什么理性与智慧契合 外境与心性会合呢 何故一会一切会 一明一切明 为什么这样说呢 如果你彻底弄懂了一件事 那么其他的事情都会懂 如果你明白了一个现象 所有的现象都会明白 长沙道 学道之人不识真 只为从前认识神 无量节来生死本 吃人换作本来人 长沙仅成法师说 修道者不知道真实 因为他们总是执着于自己的意识心 这是无数节生死的基础 愚昧的人 我以为这个意识心就是本来的面目 忽若打破阴界 身心易如 身外无鱼 留位得一半在 说什么 急色明星 父物协理 即使你们能够一下子打破五蕴 五蕴 这个阴就是五蕴 打破 意识界 没有身体和心灵的分别 也没有 即使是这样 也还没明白一半 连一半都没有明白 你说根据现象明白 心性 一颗外物 彰显佛理 说极色明星 父物协理 那就更是胡扯了 古人道 一层才起 大地全收 起到 是哪个一层 古人说 一粒微生扬起来 整个大地都在里面 大家说说 什么是一层呢 若识得这一层 便识得主杖子 如果你们懂得 这个一层的道理 就懂得 我这根主杖子 才拈起主杖子 便见纵横妙用 我只要拿起这根主杖子 就能看到它 纵横自在的妙用 那么说话 早是葛藤了 也何况更化为龙 我这样说话 其实早就落草了 都是瞎扯 更是扯葛藤 云门文艳扯扯 说什么主杖子 化成龙 那更是瞎扯了 庆葬主云 五千四十八卷 还曾有那么说话吗 我的好朋友 庆葬主说 大藏经中 还有这样的说法吗 这个五千四十八卷 就是当时 大藏经的卷术 这是远翁克勤 那个时候 大藏经就是 五千零四十八卷 云门每项主杖处 拈多全体大用 活泼泼的为人 云门文艳扯 总是喜欢 借助于主杖子 来打击风 拈体点评机用 通过这样活泼泼的方式 接引学人 芭蕉四周云 纳森巴比 竟在主杖头上 芭蕉会清城市 最重开示的时候 他曾经说过 家商人的安身 立命之处 全部在主杖子上面 芭蕉会清城市 是新罗国城市 是朝鲜人的 他是养成会清城市 再传弟子 南塔光勇的弟子 勇家义云 不是标行虚事词 如来宝藏 轻重记 勇家 那诗在正道歌里 也说过 我们出家人 经常拿到主杖 这并不是一个 空洞的修行表演 这根主杖子 是如来 释迦摩尼的 清纯 是释迦摩尼 法杖的真实痕迹 是亲自从乔拉摩那里 继承而来的做法 不是表演修行 是继承了释迦摩尼的做法 如来西于仁德佛时 步发眼泥 以待彼佛 乔拉摩在过去 仁德佛时代 曾经趴在地上 把头发放在臭水沟里 让仁德佛从他的头发上走过去 这样来恭敬仁德佛 仁德约 此处当见犯差 仁德佛当时很感动 就是说 这个善男子这样恭敬 我应该在这个地方 建立一座佛塔 来纪念这件事情 时有一天子 睡标一进草云 见繁岔镜 当时有一个天神 拿着一根草 插在臭水沟里 说佛塔已经建好了 诸人起到 这个消息从哪里来 大家说说 这件事是什么传出来的呢 祖师道 棒头取证 贺下承担 古代的禅师曾经说过 在棍棒之下 才能有所取证 挨骂之后 才能承担觉悟之事 这就跟棍棒之下 出孝子 是一个道理 这就是 心理操纵 就是POA 这是等级伦理 用来POA 底层人的一种方式 就是说 我用棍棒子打你 你才能靠我 我骂你 你才能当下承担 起到承担个什么 大家说说 要承担什么呢 忽有人问 如何是主杖子 莫是打金斗吗 莫是辅葬一下吗 忽然有人问你 什么是主杖子呢 主杖子就是翻跟头吗 就是拍手一下 拍一下手掌吗 总是弄金魂 且行没交涉 血豆送云 这些都是装神弄鬼 幸亏这些都跟佛法 都跟常法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来看看 血豆禅师的祭送 送主杖子吞乾坤 道什么只用打狗 血豆禅师送道 主杖子把整个乾坤都吞掉了 有个请评论道 血豆上是你在瞎扯什么 主杖子只是用来打狗的 徒说桃花浪奔 拨开上上一窍 千盛其力下风 其力下风 也不在拿云觉悟处 说的千变万变 不如手脚裸拢一遍 徒说桃花浪奔 徒劳的说桃花在波浪中翻滚 这个是出自下面的屏畅中的神话故事 等于会会解释 袁吾克经评论道 你向上开个超越的空隙 所有的陈贤都站在下风口 这不是腾云加屋的问题 你能说一千遍一万遍 不如亲自体证一次 就是说 你说的再好题也没用 还不如亲自体证一次 稍微者不在拿云觉悟 左之右之老生只管看 也只是一个干柴片 就是说尾巴被烧掉 也就是说鲤鱼跳过了龙门 但是这跟抓取云雾无关 这跟腾云架务无关 并不是要去腾云架务 这个典故在下面的频道会提到 这也是下面鲤鱼跳龙门的典故 袁吾克经评论道 不管血透城市是左说还是右说 我只是在旁边冷眼观看 我看你这个鲤鱼跳龙门 你就像看一片枯木一样 这个根本没有什么架子 一片干柴 一个干柴片 就是说没有架子的东西 暴筛者何必 上胆亡魂 人人弃雨如亡 这次尔千里万里 真耐赏人 暴筛就是没有跳过龙门的鲤鱼 就没跳过龙门 他就掉在沙滩上死掉了 何必上胆亡魂 你没有跳过龙门 就没有必要失魂落魄 也没有必要失魂落魄 下面频道中会提到 你会讲 袁吾克经评论道 所有人本来都是器语不凡的 只是你们在那里千里万里的胡乱分别 制造二元对立 虽然大家都器语不凡 但是看到 暴筛 没跳过龙门的鲤鱼 也不免感到恐惧 怎耐耸人 就是 你看到那些鲤鱼 没跳过去 死在啥啥啥啥 你肯定也会感到惊恐 念了也 谢慈悲 老婆心切 我已经把这则公案 念提出来给你们看了 袁吾克经评论道 多谢学童城市的慈悲 你真是老婆心切 真是太慈悲了 文不文 不免落草 用文做什么 学童城市就是说 你们有没有听懂我说的话呢 有没有听到我的念提呢 袁吾克经评论道 学童城市你已经落草了吧 这个要听吗 这个根本不用听的 只需傻傻落落 长根收饭 乾坤大地 胜处得来 大家只需要傻傻落落 当下领悟 袁吾克经评论道 学童城市你说的 这些都是别人说过的 都是长根冷治 真正的傻落 根本无意乏可得 修更 纷纷云云 举令者先犯 像是在耳头上 打云 放过 则不可 修更 纷纷云云 大家不要再在那里 跌跌不休的讨论了 游克经评论道 提出这个法令的人 自己先违反了这条法令 学童城市 你让别人不要跌跌不休 其实你自己一直在跌跌不休 惩罚要来到你头上了 游克经说完 打一下棒子说 不能放过学童城市 七十二棒 且倾诉 三生不成行此令 拒令而行 耐直得三生 七十二棒 且倾诉 我打你七十二棒 这已经是很轻的惩罚了 我不打了 我宽恕你们吧 游克经评论道 我从来没有打过别人七十二棒 不过如果真的要打人七十二棒 还是得让我来打 一百五十 哪一放 难放军 正令当行 岂可止那么了 只要招达三千 目打八百 看做什么 一百五十 难放军 就是我应该打你们一百五十棒 游克经评论道 这个棒必须要打 不能不了了之 不过 即使早上打三千棒 晚上打八百棒 要有什么用呢 不会的还是不会 打再多也没有用 是 木念主杖下座 大众一时走上 学童龙头首尾 做什么 学童城市突然拿起主杖子 走下讲坛 底下的土地们也解散了 游克经评论道 学童城市 这是虎头首尾 你都要虎头首尾干什么的 为什么不能善始善终呢 平畅 学童 平畅 云门委屈为人 学童 洁净为人 洁净就是直截了当 云门委员城市 建议学人的时候 喜欢虚语 为仪 装神弄鬼 学童城市就是直截了当的 帮助学人 所以 薄雀化为龙 不想那么道 只是主杖子吞乾坤 学童大义 免人勤解 所以学童城市 直接拨斥了 云门文艳城市 化为龙的说法 根本不需要 这样装神弄鬼 他认为 直接说主杖子吞了乾坤就行了 学童城市 这样直接聊天 就是让大家不要瞎做梦 避免用理性进行分析 更道 突出桃花浪奔 更不必化为龙也 学童城市 接着写道 说桃花 随波阻浪 也没有必要 更不要说 什么化为龙了 连说桃花 随波阻浪 都没有必要 盖雨门有三极浪 每次三月 桃花浪涨 鱼能溺水 而越过浪 着极化为龙 接着介绍 鲤鱼跳龙门的故事 人们传说 黄河在流进雨门的时候 有三重浪 每年三月 桃花盛开的时候 花瓣落下 水波阻浪 鲤鱼就开始溺着水流 跳过浪头 就变成龙了 雪童道 重化为龙 一诗图说 雪童城市的意思是 其实化成龙 也是瞎说 稍围者不再拿云觉悟 鱼过雨门 自有天火烧其尾 拿云觉悟而去 雪童城市在基数里写到 鲤鱼被天火烧尾之后 就变成龙 它并不是为了去腾云驾悟 拿云觉悟 就是跟腾云驾悟的意思差不多 这个典故就是说 鲤鱼跳过雨门 有天火烧掉尾巴 它就能腾云驾悟而飞翔 雪童一道 重化为龙 亦不再拿云觉悟也 雪童城市的意思是 即使化成龙也不是为了腾云驾悟 暴筛者何必上当亡魂 清凉书续云 极心菩萨 尚乃暴筛于龙门 雪童城市说 那些没有跳过雨门的 就暴死在沙滩上 也没有必要为此失魂落魄 清凉指的是 华言中第四组 陈冠法师 清凉书就是陈冠法师 为华言经写的注释书 他在其中写道 累生累世都一直在修行的 有一个菩萨 他叫极心菩萨 他最后 虽然累生累世修行 都没有跳过龙门 最后暴筛龙门之下 最后死在龙门下了 大一名华言境界 非小德小智之所造译 由于鱼过龙门 透不过着 点儿而回困死 困于死水杀气中 暴起杀业 陈冠法师的意思就是说 小德小智的人 你智慧小的话 根本达不到华言的境界 这就像鲤鱼跳龙门 跳不过去 额头受伤 落下来 最后死在沙滩上 雪童一道 既点儿而回 必上胆亡魂 雪童城市的意思是说 最后额头碰到墙壁 碰到石壁 受伤了 掉下来了 死了 必定会失魂落魄 其实没这个必要 念了也 闻不闻 从下柱脚 一时鱼耳扫荡了也 雪童城市接着写道 我已经解释给你们听了 已经念题给你们听了 你们懂不懂呢 这是重新进行解释 当下把你们的妄想都扫荡干净 诸人只许傻傻傻落落去也 修更纷纷云云 耳朵更纷纷云云 失去主杖子了也 雪童城市让你们当下 立刻傻傻落落 不要议论纷纷 不要节节不休 如果你们再继续这样讨论 就会把主杖子弄丢了 72磅且倾诉 雪童为舍重重新 我姑且饶过你们72磅吧 这里雪童城市 好像是把轻重搞颠倒了 饶过72磅反而打了150磅 应该是舍倾重重 这里不知道是怎么理解的 古人道 72磅翻成150 古代的人曾经说过 72磅翻一倍就是150磅 如今人错会 却只算数目 何是75磅 为什么却只72磅 今天有些人就在那里 做数学题 说应该是75磅吧 怎么会是72磅呢 75乘以2才是150啊 72磅是写错了吧 数不止古人意在言外 你们不知道 他们不知道 古人不会这样做数学题的 古人的意思并不在言语之上 不要在这里进行理性分析 所以道 此事不在言句中 免候人去穿着 穿着 所以说 觉悟这件事 不是在言语上进行分析 这样说 是为了避免候人 进行理性分析 学童所以引用 直劳正个傻傻落落 正好于尔72磅 由是倾诉 学童才是在寄送里 引用古人这句话 如果你们真的能做到傻傻落落 也正好打你72磅 打你72磅 也算是宽恕你了 也算是对你很宽容了 直劳总部如此 150来放军 逆时送了也 如果你们没办法做到傻傻落落 就要打你们150磅了 学童诚实一下子就全部解释完了 更 却更 拈主杖 重重相围 接着学童诚实 再把主杖子拿起来 他也是一片苦心 反复的想帮助大家 虽然那么 也无一个皮下有血 学童诚实虽然这样 慈悲 反复帮助大家 可惜你们底下这些人 都是行尸走肉 也都是信仰僵尸 无法领会学童诚实的旨意 一个个都像傻子似的 傻也不懂 感谢观看